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 爱听故事的小朋友 千万不能错过 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佩珊姐姐 小朋友们 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 耶稣医治大臣的儿子 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 耶稣向一位撒玛利亚妇人 介绍了她自己是谁 而这位妇人也认识了耶稣就是神 接着啊 这位撒玛利亚妇人就跑回到城里面 去告诉好多好多人 她遇见耶稣了 她遇见神了 那耶稣接下来又会遇见什么样的事情呢 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 耶稣传道给这位撒玛利亚妇人之后啊 她并没有在那座城里面待太久的时间 她紧接着啊 又到了加利利的加拿 那加拿这个地方大家还记得吗 就是她从前参加喜宴的地方 就是那一个把水变成酒的地方 有一个大臣啊 他的儿子在加摆农这个地方生了重病 那这个大臣他听见耶稣要从犹太到加利利 所以这个大臣就赶紧跑来见耶稣 就说耶稣耶稣求你来医治我的儿子 我的儿子已经病到快要死了 我求求你来医治他 耶稣啊听见这个大臣 哎他就说 你们这些人啊若不看见一些神迹奇事 你们总是不相信 那位大臣就说 先生求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 就来吧 你赶紧来到我孩子的身边医治他吧 耶稣啊就看着那位大臣对他说 你回去吧 你的儿子已经活了 那个大臣听到耶稣这样跟他说 他马上就相信了耶稣所说的一切话 他就回去了 而且他的心里面也相信 耶稣已经拯救 已经医治了他的孩子 那这位大臣在回到家中的路程当中 他的仆人啊也风尘仆仆赶着 来迎接这位大臣跟他说 我的主人啊 你的儿子活过来的 这位大臣就问 他是什么时候变好的 这个仆人就跟他说 在昨天喂食的时候热就退了 这位大臣啊心里面就知道 一定是耶稣做的 因为他讲这个喂食啊 这个喂食就是耶稣对他说 你儿子活了的时候 哇他深深相信就是耶稣救了他的儿子 所以大臣啊跟他们一整个全家都相信了 耶稣就是神 这就是耶稣在加勒利所行的神迹哦 那从今天的故事啊 我们可以知道耶稣医治了这位大臣的儿子 而且啊 耶稣没有到这个大臣的家中 也没有靠近这位身重病的儿子 耶稣用一句话 就救活了大臣他的儿子 而且更重要的是 这位大臣是打从心底相信 耶稣所说的话必定要成就 所以啊 其实真正拯救大臣的儿子是耶稣 而且最重要的点是 他真的相信耶稣会救活他的儿子 哇 亲爱的小朋友们 我们对耶稣有这样的信心吗 单凭着耶稣的一句话 就相信耶稣能够使死人复活 亲爱的小朋友们 我们的生命也在耶稣的里面 重新被他救活哦 那耶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 刚刚佩山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 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拜拜 by bwd6